腰快的力量都送上来 郑昭玉的全是非常好的 发力特别充分 没打赢 虽然郑昭玉场面占优 但是输到了上次比赛 是的 因为体重超重 这一次郑昭玉 赤隔半年刮目相看 他除了去荷兰学习之外 也到了泰国去拜师 一上来 对 一上来就跟狂拳了 对拼 双方看起来不准备打第二局了 是 都是拳法 好 郑昭玉也讲啊 他今天要用他的一个左勾拳 把这个狂拳解决掉 这狂拳是进攻机器 主要就是不停的进攻 那刚刚一个逼的一个勾扫 就是在荷兰受着训练 他们在荷兰找一个他的师傅 克劳斯 曾经在台阵把他打得很惨 对 到荷兰去找他 那克劳斯也很大方 倾狼相授 哇 跟一个上勾拳 还有一个右勾的组合非常漂亮 哦 刚才实际上这个 西川自主打了好几个漂亮的勾拳 对 那西中也往前一压 哦 这个体重的往的正中一这么一压 今天的比赛肯定是很解决问题的 抓紧时间应该抓紧时间 是 再打两个拳 刚才打中了 好 接着打 但是那个西川的抗击打非常强 他继续打头部应该 哦 头部哦 有点重哦 应该连续打 急头部 但是郑昭玉中了好几拳 郑昭玉刚刚想摔这个西川 但是没有摔中 西川的重心放得非常的低 而且双方啊 一下子拼这个巴黎夏负极 一下子拼这个对下巴的一个勾拳打击 上下式的一个立体式的攻击 好 郑昭玉有点想做这个西极 可能是体能要调整一下的 其实现在最好的还是打头部的这个组合 对 刚才有好几个非常有效的重击 这个西川已经放了 接着打 应该接着打 接着打头部 接着打头部 对 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打头部 哎 急头部 那那个西川了 还露个笑脸给这个 郑昭玉看 表示他没有事情 真的是非常顽强的西川 日本选手应该是普遍比较弯强 对 郑昭玉应该继续攻击 西川的抗击甲特强 西川跟波球打都没在怕 然后被扒拆啊 是因为被他手肘弄到这个满脸之血 没办法比赛 好 接着打 接着打 好 这个 好 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好 这个一开始 郑昭玉双方又进一拼拳 收了几拳了 两个这么来再把打回去 郑昭玉应该继续用拳法 对 他们现在拳法路线非常多 有上钩拳 也有腹肌 也有直拳 也有摆拳 把拳马都用足了 是 然后头部的抱戒 做得非常好 虽然没有做很多的摇闪 好 这个呢 上钩拳打得非常好 对 郑昭玉看得非常准 对对对 非常好 今天郑昭玉打得非常实际 他不是 这个 一点不示弱 对对对对 顶住 把手拿起来 要把手拿起来 对 摇闪做多一点 好 现在做一些角力 双方互推 正地站 谁都不退 如果体力要调整的话 一个呢可以把这个距离来 打中 打中 哎呀这个 打得不够 聪明应该是追上去接着打 对 steady 对对对 因为可能!!! 可能有时候体力还不太够 追不太高 对 刚才那一几应该可能很重的一击 对 黄昭玉也能完集 看一只 走 这一阻应该说是付毆 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正招玉的体力 看看这把这个账丝匪的体力 还有就是防守 要把手拿好 所以 因為狂犬的體力打五回合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他可以這樣跟你打五回合哦 就看著晃晃悠悠悠的但是就這麼倒下 哦他沒有特別大的問題耶 就是一個抗擊彈力特強 但我剛才覺得他是有可能被打倒的已經晃了 感覺上晃了 就繼續來還會帶個笑容 那個眼神也都沒有變 他在做晉身戰的時候因為鎮召率比西川來高 他的頭部啊每一攻要小心被西川撞開 好這兩個這兩個打得好 一個上攻一個排拳 所以這個鎮召率要小心保護他自己的眉攻 已經都撞到好幾次了 好是雙方打得真是職業真好 是是是 接著打 一下子打下巴 就是要打頭部 對 繼續打頭部 好上攻打得好 鎮召率上攻一定打得很好 讓他防都防不住 對 如果不進攻必須把手拿好互助頭部 是 因為西川還有反擊能力 好接著打 這一回合幾乎大家把腿都已經放棄了 專心的拼拳 這個時候不用去做其他動作 應該是集中精力 不要分散火力 而且往上頂是頂不到西川的 你要往前頂 把手拿好 對 西川的一個上攻拳跟腹擊的組合也做得非常漂亮 好 接著打 接著打 很好 對 一般選手打到往後退 這個西川的體力也下降 抓緊時間 好 抓緊時間 西川了 完全要挺體力了 不給你距離 好 第三局比賽又開始了 他們還會像上兩局這樣的互歐和血拼嗎 還是繼續歐 完全啦 速度跟力度完全沒有下降 真的是火力全開 沒有了 沒聲音了 我這個今天出現好幾次 然後呢 繼續往前頂 好 七級啊 好 一樣就振低下 鄭兆玉啊 跟這個西川 故意相讓 好 沒打中一拳啊 現場的就隨之的歡呼 大家的情緒啊 越來越高亢了 第三回合 打了一分鐘 一個很瞬間的一個發進 雙方真的是你來我往 你打我的肋骨我就打你打 一個帶摔差點成功 他們的泰國的帶摔技巧就是往後做一個旋轉 很好奇跡也有些下降 但還要很好 是的 好 前面用一個正燈開路 再一個 往上打了一個勾拳 那西川剛剛打這個勾拳啊 是屬於肝臟的攻擊 從這個 左下往右上打 就打中了對方身體的右邊 肝臟是在右邊 哇 這個運動打到了太陽炫 但是呢 西川第一個打回來 這個巴黎修夥做得非常好 巴黎修夥在接阿爾巴卡 巴黎修夥就是主身體的打擊 好 一鎖住了這個 剛剛守著曾昭玉的一個頭部 剛剛雙方啊 做一個陣燈的一個互換 好 換完之後啊 做一個勾拳的打擊 到了第三回合 兩方的策略啊 都幾乎是沒什麼改變 就在比拳法 在比抗擊黨的力 真的是非常的激烈 看啦 心跳都快 已經到了200了 這兩位 這兩位怎麼這麼耐打 鄭昭玉這一回合啊 真的是卯積的全力啊 就用意志力在做這個最後的支撐 剩下第三回合只有20秒 好 可是呢 我們還看不出啊 到底誰佔了優勢 但是打到第三回合還是難分難解啊 剛剛西圈了 嘗試做一個西題之後啊 再加一個勾拳的組合 哇太厲害了 這個一般人一拳就已經倒地了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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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你看 直拳啊直接擊中了鄭昭玉 然後西川之之啊就直接往前頂 紅方 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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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